來,我們開放Coin第一通接在高雄的鄭先生,鄭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是要說的就是 林彥社的案件和彰化館 閉上了 很遇見地差別 我是說,我們一個小小的老百姓 我們這樣看的很明顯 就真的像國民黨在操作這個外地 很明顯 就是很明顯 像這樣,林彥社這個大小 當我館那一句話 竟然真的出動那麼多人 林彥社他在那裡出動那麼多人 是 如果出動那麼多人,搞不好這段結束 對啊,謝謝鄭先生,來 南投的王先生來,王先生,你好 是 來,王先生,請說來 你好 是 這樣啊 這是怎樣 反應本來就是 國民黨開的那個 以前古水鐵就是這樣說 是 你現在這個國中議 在高雄選市長無條回來 南投選立委 來到 我們廟裡的時候 在那裡 在那裡 外國 怎樣啦 所以成這樣 他就是一定 要跟 辦不死 但是可能也辦不死 因為 國民黨做這個法例就贏了 所以我們拜他就是 一定台灣人要下來 這個法例可以 方正了好才有好 好,謝謝王先生 謝謝,來 高雄的劉小姐 劉小姐,你好 來,劉小姐,請說 這個國民黨每次 他的作風 人民不滿意 或者是官員出問題 就是習慣聯合 這個檢調來追殺民進黨 來這個cover 來掩蓋 來拉他的民調 這個大家都知道 民進黨 這個不是 不是說我在跟他走開 這個國民黨 今天民調聯合 你應該是選司委 真的是這樣 因為民進黨 你都說你的立委 沒過半 你說你的武器 都沒過半 那我要請問 你的戰術 有提升嗎 你的戰術 我覺得都沒有提升 你戰術沒有提升的話 你立委 立委如何過半 所以呢 你民進黨沒有媒體 國民黨有媒體 他一天到 我們就在找買 去找幾個 謝謝劉小姐 我覺得他點出 一個很大 很大的一個問題 有人說這個案子 其實對於馬政府來講 尤其馬總統 衝擊很大 甚至呢 可能會讓整個馬團隊 呈現崩盤 但是呢 這個崩盤的前提是說 你要有確切的證據 馬總統在整個案件當中 他真的可以全身而退嗎 休息片刻 我們有最後的評論 馬上回來